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南華早報就報導 說北京當局已經向美國表明了 解放軍是絕對不會率先開火的 疑似要圍著南海局勢降溫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南華早報就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說北京當局已經下令所有的飛行員 和海軍的軍官 在與美國飛機以及軍艦對峙日益頻繁的情況下 要保持著克制 與此同時 消息人士亦透露了 有關於中美兩國國防部長 在上星期那一趟通話的進一步內容細節 原來這一趟通話 最初是由美方在一個月前提出 受到了北京當局的冷待 但是消息人士就說 中國領導人後來就是改變了主意 因什麼解救中方會改變想法 就是因為 美方在上個月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去到南海水域一帶進行演習 而且不僅是自己演習 還有日本、澳洲等國家 一起進行聯合軍演 這也不僅如此 而且美方還派遣軍機 頻繁地在廣東和福建沿海一帶進行偵察任務 南海和台海局勢就不斷升溫 到最後 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 終於跟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 在上星期就通了一趟電話 南華早報又引述了另一名 與軍方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指出 說北京當局已經透過多個渠道 向美方展示友好姿態 亦表明了 解放軍永遠不會做率先開火的一方 試圖想把局勢穩定下來 這位消息人士還提到 說下令開火很容易 但無論中國或美國都難以控制的後果 消息人士還形容 現在的局勢非常緊張和危險 如果南華早報所引述的消息人士是堅了 這就是意味著 中國似乎真的想在南海局勢當中 降溫 不想出了什麼擦槍走火的情況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中國就是要忍耐 就是要儘量拖延 到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以後 看看結果是怎樣 若然是拜登勝出的話 起碼來講 他已經事先表明 不會承繼特朗普目前 所針對中國的政策 最起碼來講 拜登就已經承諾了 一旦他是上台的話 就會取消特朗普 對中國所加徵的關稅 等同於 向北京伸出了橄欖枝 中國方面 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如果他在南海 或台海 每個樹 頻頻都繼續有些什麼小動作的時候 就等同於 幫特朗普做助選團 做啦啦隊 沒有分別 所以 起碼在口頭上 都要聲稱保持克制 又說要降溫 諸如此類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降溫呢 口頭上說的 一套 做的方面又怎樣 我們看到 解放軍在 美國衛生部長 亞澤訪台前夕 就進行了一趟南海軍演 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影片透露 就說解放軍第74集團軍 在南海進行了海上搶灘登陸演習 而且這個影片還說明 說中國解放軍有信心有能力 保衛國家主權 和安全利益 到底那個演習是在南海哪一得做的 原來就是在琴西某海域 琴西就是哪兒呢 琴就是海南島 琴西就是海南島的西邊 那裡就不算是有爭議的水域 算是胡錫進口中所說的中國家門口 在家門口那裡做演習 還有另一單 前日 亞澤和蔡英文會議 解放軍在這趟會議之前 派遣了空軍的 千十和千十一型戰機 就是短暫地穿越了台海中線 台灣的空軍 就以地面防空導彈全程監控 又發佈了這個廣播警告 利用空中的精巡兵力 將解放軍的戰機驅離了防空識別區 其實這兩件事件就是正好反映 縱然有消息人士透露 北京當局已經表明了 解放軍是不會率先開火 中國在台海和南海一帶的軍事小動作 是不會就此消失或者平息 正如美國當局也不會 聽完你所說的這句話不會率先開火 就是會改變部署一樣 美軍那時照樣在南海和台海一帶 保持著頻繁的動作 對於中美兩國國防部長通話這件事 到底大陸的官媒是怎樣看呢 環球時報引述了一名匿名的軍事專家指出 說在中美兩國當前局勢下 兩國國防部長通話這動作 本身已經釋放出一種積極訊號 因為打電話就比不打電話強 並不是因為通話過後 對方的立場就會發生幾大改變 而是表達出兩國都有溝通的意願 雙方都不希望兩國的軍事關係觸底 亦即是不能發生軍事衝突和武裝對抗 這個相信就是中國的意願多過美國 當時很多人都根本懷疑 到底特朗普會不會因為 要扭轉選情 所以就在南海一帶觸發一場小規模的軍事行動 以向美國的選民證明 他本人有能力帶領美國 打贏其他國家 到底會不會有這個機會發生 中國當然是很不想發生這個機會 若然中國真是 陪玩的時候 基本上南海諸島就是 義攻難守 這次沒有說錯 不是義守難攻 是義攻難守 故此就可以理解得到 為何中國要為南海局勢降溫 正正就是不想因為擦槍走火 而演變出一場的軍事衝突 從而使得特朗普的選情得益 所以大家看到 大陸一直都想忍耐到11月 這是非常清晰和明顯的 好 另外我們又看看另一宗資料 因為近來 香港資料就開過了這一宗 就是美台正式簽署了一項衛生合作備忘錄 第一次訪問台灣的亞澤 更加是恭賀美台雙方 能夠達成歷史性成就 亞澤這個形容絕對沒有半點的誇張 因為自從美國在1979年1月1日 跟當時的中華民國政權斷交以後 基本上美台雙方 就算是保持著一定的聯繫 這一種聯繫 主要是通過一個半官方的機構 美國在台協會來做 不是由一些官方人員來做 這次 美國衛生部長 亞澤 和台灣的衛生福利部長 陳時中 共同簽署了這份 美台衛生合作備忘錄 基本上 就是一份官式的文件 雙方的官員共同簽署 這個就是自從1979年以後 美台雙方 可以說是第一次 這樣來有雙方的官員 簽署一份官式的文件 同時這個行為 亦都是對大陸打臉的 因為簡直是不理會大陸的 警告 就是要求美國要即時停止 和台灣之間的官式往來 現在不但人們沒有停止 保持著這個往來 而且還由雙方的官員簽署作實 弄了一份官方文件 你一定會激到他 這份的備忘錄 同時反映到美國的決心 甚麼決心呢 較早之前 美國一直跟中國 在爭論一件事 到底應不應該 把台灣納入 世界衛生大會當中 當然 後來 因為中國以及 那些友好國家 在世界衛生組織當中 佔了一個優勢 故此台灣到最後 都參與不了 但是 現在美國就決定 參與不了 不要緊 他就索性繞過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框架 自己走去和台灣 搞了這份 衛生備忘錄 其實就是要表達出 美國如果是要 想做一件事的時候 他怎樣去排除萬難也好 他都要做到為止 你不讓他加入這個世衛大會 不加入就不加入 首先美國自己就退出了世衛組織 第二 現在去自行派的衛生部長 和台灣的衛福部長 簽署一份官方文件 其實這個結果 對於大陸來說 更需要 將台灣納入世衛大會當中 做觀察員 因為台灣做世衛觀察員 不是沒有試過的 馬英九執政的年代 就做過七八年了 是不是 本來你讓他走入世衛大會當中 沒什麼過場 但是 因為那個面子問題 所以不讓他去 你不讓他去 那時候人家自己 簽署這個合作協議 簽署這個合作備忘錄 結果是不是更壞呢 因為今屆的世衛大會 其實都是各自在自己的地方 連線 然後做一個視像會議 就算被台灣加入了 做觀察員 他最多說幾句 哪有影響力呢 好了 現在美國自己找他合作 好了 最後就想說一下 關於 捷克的參議院議長 就是宣佈了 將會率領一個 大概九十人的團隊 共同訪問台灣 這個行為 肯定都會招致到 大陸當局的強烈反對 不過 這個訪台的行程 就是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象徵意義 因為捷克的參議院議長 就是根據捷克的憲法 他是第二把交椅 只是僅次於捷克的總統 他的街位 比起外交部長是更加高的 所以肯定大陸方面 就是生蝦地跳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